各位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微软学生大使夏俊 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软AI挑战赛的 那么实战中的第五部分 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的主讲老师 也是我们的微软学生大使Jambo 哈喽大家好我是微软学生大使Jambo 好的那么今天呢也将请我们的主讲老师Jambo 为我们带来的是用Azure OpenAI来搭建Lanchain的对话机器人 或者说聊天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模型 那么大家也知道呢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 现在是非常火爆的 自从这个ChatGPT问世以来呢 那么很多的就是说同学以及我们身边的人都在就是用这方面的技术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 就是说除了我们平常用这个GPT这样的模型啊 就是作为应用啊之外 那么我们如何去搭建呢 就是我们怎样走到它的背后啊对它做一些啊小小的修改 或者是对它进行一些定制化的啊这样一些构建 对那么好呃因为今天呃我也知道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前前几个呃前几个这个这个实战部分呢 呃也已经有这个这个竹江老师讲到过了啊这个Azure OpenAI的一些基础内容 那么今天呢作为一个就是我们的开场的话 我还是简单些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Azure OpenAI的大致的情况啊 包括我也会讲到说呃Azure的OpenAI Azure AI Service 它和呃这个原生的也就是提供了我们呃Chat GPT的OpenAI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呃那么Azure OpenAI呢简单来说 它是微软和OpenAI之间密切合作的成果 呃它是把这个Azure的很多呃对于这个企业级的功能啊 和OpenAI的生成生成式AI模型啊进行了一个结合啊 啊那么这个Azure OpenAI呢 在允许使用GPT3啊 然后然后也在这个进行申请之后啊排队之后 当然这个排队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啊 我和郑布也是刚申请到啊 也会允许用GPT4啊这样最新一代的模型 然后包括是其他一些这个进行从图像到呃 不是从这个文字到图像 也就一般我们说text to image这方面的模型啊 啊那么并且呢呃就是Azure OpenAI会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啊 以及一些企业的定制化功能 那么他这些模型当然也可以进行内容生成摘要啊 呃语搜索然后以及啊从自然语言到代码翻译的任务啊 那么接下来我就讲讲呃他们就是说呃 Azure OpenAI和和原生的OpenAI服务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 呃那么 OpenAI首先呢就是说呃 它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是一家通用的人工智能公司 它打造到的是一个呃 以自然语言大模型GPT为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啊 啊那么呃他已经把GPT对吧大家所知道的GPT3.5Turbo 包括是GPT4啊虽然现在开放的就是说还是需要付费才能使用啊 但是呢也已经让很多人意识到了GPT啊这样一系列模型的厉害啊 那么Azure OpenAI呢它是微软公司将GPT技术移植到Azure上 然后为企业主要是企业级的这样一些用户提供一个安全的可开发的GPT模型 呃Azure OpenAI不是不提供直接可以交互的用户界面 只是提供对模型的开发接口啊 呃那么呃呃它这个服务呢相当于就是和OpenAI共同开发API 在确保兼容性的同时呢实现不同API之间的比较平稳的过渡 那么一会儿呢我们的Jambo也将具体的为大家介绍如何运用这方面的知识 来进行呃一个对话机器人以及更多功能的具体实现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欢迎Jambo来我们具体介绍 嗯哈喽大家好 那这里就是Azure OpenAI的创建界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创建一些它具体的服务资源 那我是已经先创建好了 创建好之后它会来到这个所谓KGuan的界面 那当然OpenAI原生本身也有PayGuan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部署模型 可以看到说我们这里有GPT3.5 然后还有嵌入模型 那3.5它还有好多个版本 有16K的就是它可以有16K的Poken 就是相当于是长度的输入 那还有一些不还有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 那在这边可以用一些适用的 像这里我可以选择是GPT3.5的模型 然后这边会有一些视力 可以看到就是它像那个正常的GPT一样 给我们发回消息 我们还可以在这边调整一些参数 那包括像补权模型 包括也有所谓的PayGuan 可以看到它就是 接着我们所谓1加1等于 然后接着续写下来 还有像图形生成的模型 这也是最近才开放出来的 那我们在 那我们已经先部署好了 这些模型 补圈模型 聊天模型 还有嵌入模型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具体讲一下 讲一下这些模型 要怎么在Launcher上面调用它 然后去创建一些更复杂的应用 那有些人不知道 Launcher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其实Launcher就是一个 大语言模型的开发框架 它其实它并不只是局限于 ChairGPT 它也可以像一些 像Facebook推出的羊駝模型 羊駝系列的模型 它都可以使用 但是我们这里是用Azure AI 作为视力 那它就是把像调包 调接口这些操作 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系列操作 都包装起来 可以让你更专心于它的 应用的逻辑 而不是在于实现方面 它可以大大简化构建高级的 语言模型应用的过程 那安装好Launcher之后 就是用PIP安装 安装好之后 要使用它之前 我们首先是需要设置环境 那这些环境就比如说 你这些模型的token啊 key啊 或者是链接啊 这些东西 那可以用OS酷 在Python上是用OS酷 去给它设置 或者是你可以用 .env这个第三方酷 把那些 那些 电量都存在.env这个文件里 然后通过.env 给它加载进来 像这样这里 我是通过.env 把这些变量 读入 读入境环境里 你也可以像这样子 用OS 给它导入进来 那首先我们先讲 补承模型 或者是说生成模型 它是最基础的 就是最基础的大元模型 就是根据你 输入的文字 然后继续写下去 那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在 LMS 这个 里面导入 Asia OpenAI 那如果你是原生的 OpenAI的话 可以直接导入 OpenAI 那我们这里 可以直接 指定说 模型的部署名字 是什么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直接让它连接过来 因为我们的 Key 还有链接 都已经放在 都已经放在 那个系统环境里了 像这里 已经放进 系统环境里了 所以我们可以 不用在这里输入 可以就是 提搭的 增加你代码的安全性 就是比如你要 开发 开源代码之类的 你就可以 就是不用担心说 不小心把自己的 Key 上传上去 那这里的 部署名字 就是我这边 部署的 补悬模型的名字 而这里是 部署名 而不是模型名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它要的是 部署的名字 那这里的 Temperature 它是一个 对于模型的参数 那这个参数 具体来说 就是 就是一种随机性 如果这个 Temperature越高 它生成出来的东西 就是越随机 越不确定 那像我这里 生成零 就是说明 它 就是 它生成过 什么样的东西 但它下一次 还会生成 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像这样子 我们把 像刚刚在 配光里面输入的东西 一加一等于 空格 然后 给它 让它生成 它就可以生成出二 我这里 stop 参数就是说 它遇到了这些字符 就可以自动停下来 像我刚刚在配光里面 它生成出来一大串 但是我这里 设置了这些参数之后 它就只会生成出一个二 那聊天模型 它是在 生成模型的基础上面 对于聊天这个场景 进行特化 它输入的 不再是一个文字 而是一个聊天记录 而顺带一提 就是 补权模型 你是可以通过 特定的输入格式 来达到 同样是达到 聊天的目的 像 ChatGPT 刚推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本身也是 生成模型 补权模型 它并不是聊天模型 它是通过一些 特定的格式 让它 生成出聊天的样子 像这样子 我是用那个 我前天晚上 就是拿到了 GPT4的 使用 权限 所以我就是临时 把代码改成 GPT4了 那 我这里 也是 单独设的 GPT4的 链接 还有它的key 像这边 它是可以在这边 手动显示的去设置 但是为了 代码的 安全性 就是 通过这种方式 来给它写入 那我这里 Win Temperature 是设置成0.3 那像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 聊天的记录 像这个 Chat ChatGPT的聊天模型 它有三种类型的 聊天 那个记录 消息类型 像 System Message 就是系统消息 就是系统消息 就相当于是 给 Chat 告诉模型 说 你的 默认出场 设置是什么 那 Human Message 就是我们告诉 这个GPT的 这个GPT的 话 那它返回 返回回来 就是一个 AI Message 这是 LongChain 帮我们已经 打包好的 一个 类 那对比起来 就是如果我们 直接去调用 直接去调用 GPT的 OpenAI的接口 它会长这样 那相比起来 LongChain的代码 会简洁易懂很多 因为它是用类 去帮我们做包装 那它原生 是用字典 去 做打包 然后用Row 这个 key 去作为 那个 类型的标识 那下面要介绍 就是嵌入模型 如果对那个 NLP 不熟的同学 他就 可能不知道 嵌入模型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嵌入模型 实际上就是 把文字 转换成 向量的方法 或者是说 一连串的数字的方法 那转换后的向量 它是有包含 文字的语意 那意思就是说 两个向量 越相近 就是说明 这两个 它们对应的文字 的意思 也就越相近 那很明显 我们可以借助 嵌入模型 去做 像 搜索 或者是 推荐之类的 系统 这里我们用 类似的方法 导入 嵌入模型 那这里 我又设置一个 trunk size 那因为就是 我这边的 嵌入模型 它一次性 只能 嵌入 一个文档 它不能批量 它无法进行批量的 向量化 那当然你是可以用 异步的方式去 调用它 但是 所以我这边 但是它一次也只能 向量化 一个文档 所以我这边要显示的 给它设置为 trunk size 为一 那下面我把这个 pearl 离子这个单字 给它做 向量化 可以看到我们用 inbound quarl的方式 去给它 向量化 一个单字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出来的 向量的维度 一共是这么大 那我们再 向量化 其他三个单字 我们用 document的方式 去给它 向量一个列表里的单字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输出的维度 也都是 这个大小 那事实上 open AI的 open AI的嵌入模型 输出的维度 始终都是 1536 得到向量之后 我们可以用 余弦相似度去 计算它们的相似度 那因为 open AI的嵌入模型 输出的 向量长度 始终是1 所以 我们只需要用 点击的方式 去直接计算 那在 nump pi里面 可以很容易 实现这个 相似度的计算 我们 我们用前面 向量化的 结果去给它做 相似度的测试 可以发现说 离子和苹果的 相似度是最高的 那和苹果手机的 相似度就 变得很低 和安卓的相似度 也变得很低 但是我们用 在苹果 苹果手表 和安卓里面 相互去做 相似度的测试的话 会发现说 它们的相似度 其实 各自的相似度 其实算 相对是比较高的 至少比 这个苹果和 黎的相似度 还要高 接下来是 提示模板 那提示模板 是浪箱里面 很常用的一个工具 我们给 模型输入的 prompt 也就是提示 或者是说 文字 往往并不是 硬编码的 它是 它是需要根据 用户的输入 来变化的 像这样子 我们就 生成了一个 prompt模板 那它会有 两个输入变量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用 点format这个方法 把我们 要的那个 变量名字 都给它输入进去 它就可以很容易 帮我们 生成出来 做好一个 prompt 如果你不想指定 它的这些 变量名的话 也可以让它 自己去推导 看起来 prompt 是一个 非常 简单的功能 它的 它的功能 像是 Python里面的 format函数 也可以做到 那为什么还需要 这个东西呢 首先 我这里展示的 示范的 只是最基础的 模板 它还有 launcher还有 其他类型 比较复杂的模板 像一些 可能你需要 要举例子啊 举很多的例子 它可以 帮你用这些 例子 来生成出 prompt 而且 除此之外 模板的重点是 它可以参入到 launcher其他 更复杂的系统里 但是 Python的format 函数 是不行的 chern 是launcher中 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毕竟 这叫launcher 它名字里面 已经有了 那launcher 它是 由 一系列 可调用的组件 组成 那可调用的意思 就是 比如 之前所介绍的 模型 模型对象 还有prompt模板 这些都是 可调用的组件 可以用 那些东西 组成一个chern 那chern和chern之间 还可以继续套 再组成一个 更大的chern 它可以套好几层 虽然你可能 在实作中 真的用不到 那么高的复杂度 最简单的chern 就像这样子 是由一个 提示模板 还有一个 语言模型 组成 那我这里的 提示模板 就是可以通过 例子 这些都是 example 然后 组成出一个chern来 那我这里 这里的功能 是让它 大小鞋转换 那可以看到 就是我给它输入一个 大小鞋不固定的hello 它可以帮我们 自动给它 反转回来 那可以看到说 chern在运行的过程中 它隐藏了很多的细节 再加上 大语言模型 生成出来的内容 是很难控制的 虽然你可以用prompt来 给它尽可能地 去引导方向 但是你无法完全掌控 它生成出来的具体 是不是你要的 这就会导致debug难度 会非常的大 那我们可以 通过指定verbals 这个变量 等于数的方式 去给它 将过程打印出来 方便我们debug 像刚才那个chern 我们打印出来 它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说我们生成出来的prompt究竟长什么样子 还有它最后生成出来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字 我们用gbt构建 API 我们用gbt的API构建应用的一个很大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希望它能够根据我们自己的资料 回答问题 或者是把它嵌到自己的应用里面去 那总的来说也是为了希望它能回答我们自定义的问题 那LongChern它有提供加载文档 然后分割文档的功能 我这里是下载了Python 3.11的在线文档 文字版本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把它加载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说Python的3.1文档 一共有快500多个文档页面 那答应出来是非常的长 这里它有点 它太长了 就是它一个document 它其实是有一个page content的组成 它实际上是由page content的组成 还有一个metadata组成 那我这里导入进来 metadata就是有一个来源 就是说它的地址是多少 它是具体是从 这段文字是从什么文档中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文档非常的长 那我们因为GPT模型输入的文字是有限的 即使是GPT4 它最多也只能输入8000多个token吗 是8000多个吧 反正它是有上限的 但是我们的本地文档 它是可以做到非常非常长 可能上万多个文字 我们无法把这些文档 全都塞到上下文中 让它去回答 那我们就需要把文档去做分割 Lunchest有提供很多的分割器 那我这里用的是一个地回分割 通过字符川地回分割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根据像两次换航 一次换航空格去给它做分割 把它尽可能地去控制在你指定的字数限制以内 但是在这个前提下尽可能保持文字的流畅性 像它会首先尝试用二次换航去分割 如果没有的话 再尝试用换航去分割 这样子是为了保持文字的连续性 不至于上下两段 不至于让它把上下两段都给切开来 这样子会导致信息非常的碎片 这也会增加搜索信息的难度 像这里 我就把它设置 TrunkSize 一个快的长度是一千 那我用的长度函数是 OpenAI提供的ThickToken的函数 它可以把文字转换成Token 然后进行测量长度 那Token是什么东西 就是也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个文字向量化后的结果 但是不太一样 那具体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长度函数 那我们把它做切割之后 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几乎是翻了快一倍 我们把文档处理之后 我们就需要把文档给它做向量化 为了后续的信息匹配方便 那向量化之后 我们就要把它存储起来 那存储的方式 就是使用最近越来越火的向量数据库 Lunched的向量数据库对象 它是需要输入一个嵌入模型 还有相对的文字 它会相对的文档 它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些文档 通过嵌入模型转换成向量 再把它储存在向量数据库中 这里我是用Face这个库来做演示 它是由Facebook创建的向量搜索库 它是把数据都存在内存里面 像这里我们使用的时候 我们需要传入一个嵌入模型 这个嵌入模型就是前面演示时 已经创建好的 那这个文档就是我们刚刚分割好的 那这里我是已经提前先把它存在里面 然后我们从本地给它读进来 因为它储存的过程中 它需要根据向量的特性 去给它做具类的分析 然后再进行储存 所以你真的要去储存的时候 我当时光是把文档存进去 就花了差不多20到30分钟 但是读进来就很快 那我们用一个语句去给它搜索 用相似度去给它搜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默认返回了四个文档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返回的都是Python的更新文档 我这里是指返回了前20个字 那差不多就是标题的长度 那它每个文档本身都是比较长的 这个页面塞不下 那我们同样可以把它 那个相似度的分数也给返回出来 那这里Face它使用的是欧式距离 就是就是B式定理 或者是勾股定理的向量版本 差不多你可以那么理解去 那所以这里是数字越小 相似度就越高 那顺带一提就是 在向量长度都为一的时候 欧式距离和先前所介绍的 那个鱼弦相似度 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换算的 所以不存在说 用哪个算法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最多可能就是因为浮点数 计算精度的问题导致的差距 那这里我们要再提一下 就是LongChain里面 它有一个概念叫做 检索器 那它的功能 就是根据我们查询的内容 返回相关的文档 但是虽然数据库 向量数据库可以做到这个功能 但是检索器比它比向量数据库要更抽象一点 因为向量数据库你还会牵扯到具体的数据库的对象 但是检索器它只是一个类似于搜索的功能 就像你去用百度用谷歌的时候 你不会在意它背后是用什么算法去实现的一样 那这里我们可以把文档 前面的向量数据库直接转换成检索器 那像这里就是它搜索出来的原文档非常长 我们也我们就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给它得到结果 那它这里默认也是出来四个文档 那检索器也并不仅仅只是返回查询的文档 它还有其他更高级的内容 那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返回的内容长度非常的长 超除了屏幕之外 那但我们可能需要的信息只有中间的某几句 那检索器就有提供压缩的功能 就是根据你查询的语句和它和现在返回出来的文档 再提列内容 这是它其中的一个功能 像我们这样子就是把它用压缩器 将我们前面的这一长串 这一长串文档去做内容压缩 可以看到说压缩之后 它的文档长度就非常的短 我们一个屏幕也可以抱得下 而且PEP这个字眼出现的就更频繁了 那PEP就是Python的功能建议的提案 那这个字眼出现更频繁 就是说明说 它的新功 这个这段文字内的新功能也就越多 接下来介绍的是React React是使用GPT的一个方式 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 高傲的 深傲的技术 它更多的是一种思想 它可以引导GPT思考 以及调用工具的方法 像React这个名字 它是由Reasoning 分析Action行动组成的 那具体来说 当用户输入一个问题时 GPT会分析说 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需要哪些工具来帮忙解决 然后 然后GPT就会去 通过一种方式去调用工具 然后工具挥拆出来的信息 GPT再根据这些信息去思考说 我得到了什么数据 还要不要再做进一步的行动 那在这过程中会有几个重点 就是首先 它会让GPT把思考的过程写下来 那有研究表明说 让这样子把思考过程 生成出来的方式 可以让正确率提高很多 就像你写数学题一样 你一眼看出的答案 肯定是比你手写过程的答案 要正确率要低很多 还有就是它是让GPT自己决定 要不要使用工具 是否结束思考 是否得出答案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需要多次的拼接prompt 多次的拼接文字 因为像调用工具 工具返回结果之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结果放到prompt中 那这些操作 那这些操作 LongChain已经帮我们打包完成 像包括提示的部分 也帮我们打包好了 那这个打包之后的东西 在LongChain里面叫做代理 那代理你基本上 就可以理解为Chain 前面所介绍的Chain 加上一种行为模式 加上其他的外部工具 那顺带一提 就是react为什么可以思考 为什么可以调用工具 这些也都是由prompt去描述 去示范来告诉模型说 我要你这样子做 像这张图 就是react这个想法的 论文里面的那张图 它可以看到说 它是由思考 行动 观察 这些部分 去轮流执行 那观察是 观察就是动作 执行动作后返回的结果 那像前段时间非常火的 AutoGPT 它本质上就是 这个流程 只不过就是 它调用的 它可使用的工具更多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 来做一个可以根据前面文档 回答问题的机器人 那这个是我们前面用来那个 然后压缩后的那个文档 我们用这个 我们用这个来给它做一个 Python文档的一个查询工具 那其中这个工具的名字 Python Document 还有描述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Chain在运行的时候会把这些信息都放到Promise中 让GPT获得足够多的信息 那我这里代理的类型 是聊天 对话 然后React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可以 我们是用聊天模型 然后去跟它去生成文字 那对话是说 我们可以把那个 这个对 这个 对话是可以记录 是有记录的 并不只是一次性的对话 那我们会把对话的记录 放在这个Memory这个类里面 那Memory这个是我们之前没有 所见 没有介绍到的内容 但它也是 Lanchain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它可以帮我们储存很多变量 像这个 像这个Memory就是帮我们储存 聊天历史的 那它返回的时候 会返回 消息记录的格式 那这里 这里面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那像3.11最受关注的就是 它速度的提升 那我们问说 3.11的更新里面有什么亮点 那它就会 它就跟我们说 Python 3.11的升级里面 最主要的亮点是 它的速度提升了10到60% 相比3.10 然后平均下来基本上可以提升 1.25倍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包括 TOML这个文件格式的标准库支持 还有一些像什么 标准库的一些加载 还有TypeHint 的新功能 那我们再说 为什么它可以有速度的提升 那这里很明显就是 它发现说 我们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和上文是有关系的 所以它就可以把我们接着回答下来 它这里说 什么函数的优化啊 还有字典的储存啊 这些 而顺带提一句 我当时写这个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用3.5的模型 给它调这个prompt 调了很久 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 但是用上GPT4一瞬间就好了 所以GPT4的提升还是很大的 那我们把它的memory来打印出来 可以看到说 它就是把我们先前的问题 还有它的回答 都帮我们传输在这里面了 那我们可以不只是局限于 只是用它的内容来生成文字 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做一些自定义的功能 像我这里创建了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首先就是调用前面的文档压缩器 来得到拿到文档 然后把它的原数据理的来源 给它提取出来存在这个列表里头 然后再做和刚刚一样的事情 这次我把这个过程打印出来 可以看到说 就是 它是用 它决定用什么 功能 功能 是通过生成出一个 Json的格式 然后 调用的 这里说是调用的函数名字 然后 下面跟着是函数的输入 然后它 然后前面的压缩器就会返回文档的内容 那我们就可以 等我们拿到一个结果之后 再把它的这个 应用的来源给它打印出来 就可以得到 它来源的具体的路径是哪里 那顺难一提的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有用过 那个微软埃及的里面 所集成的这个聊天 那它在问问题的时候 也会 也会就是 把 它的来源 给 输出出来 像这里 下面 它可以看到说 它这个问题的来源是哪边 那它的实现 并不 并不是像我那样子 它的实现更多的是在 prompt 告诉模型说 生成完模型之后 你还要在后面跟着说 要把 它的这个来源 也给 生成出来 以特定的格式去生成出来 然后 程序 在 读 它生成出来的文字的时候 去分析 它这个 它生成出来的这段文字里面 它 尾部的 引用 是 从哪来的 然后把 然后 然后把 它生成出来的尾部引用 给它 切掉 放到 下面 把它做成 复文本 放到下面去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可以看到说 我在使用 整个 过程中 是没有 几乎是没有 编辑到任何的 prompt 或者是说 提示文字的 都是 只是使用 LongChain 它自身 所 定义的 prompt 就可以 就可以完成 这么复杂的 这么高级的 应用 那 虽然你是 虽然它已经 帮你 大部分都写好了 但是如果你要实现 自己 更 细致化的 应用 你是可以 编写 自己的 prompt 然后再 传入进去 那 这整个 就已经是一个 相对 完善的 聊天 应用的 后端 那 借助 LongChain 只需要 不到 50行 代码 而已 那 这些 还只是 LongChain的 一小部分 的 功能 还有 很多 功能 需要 各位 自己去 摸索 去探索 那 我今天的 功能上的 演示 基本上是 就到这边了 那 也是 谢谢各位 来 捧场